Hello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English with Iris This is Iris, and nice to meet you guys So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supermarkets in the US 今天我们会讲关于超市的一些常用的英文 以及一些超市必备的单词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几个超市的区别 在美国就是像那种规模比较大 然后卖的东西种类很多啊 有彩电啊,衣服啊,然后什么都有的 这个是叫supermarket 还有一些是比较小的 一般是卖食物啊和小的日用品 我们叫grocery store 还有一些是只是偏卖衣服的话 我们就叫store stool 在美国我常逛的超市有以下几个 一个是walmart walmart 还有是target target 还有raves 以及hmart hmart是韩国超市 它里面的牛肉啊海鲜都非常的新鲜 而且种类非常的齐全 还有最后一个Costco Costco 像这个的话它就是你进去买东西是要办会员的 它里面的大部分东西都是适合于就是家庭人口很多啊 比如说五六个以上是你就可以类似于那种批发就买 比如说三大块五大块的肉 然后一个星期去一次囤在家里 它那的肉非常便宜 比如说像三大块的肉可能就是平常我们在超市一块肉的价格 所以说也非常推荐 今天在超市这个场景中我们会有几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想买一样东西 但是找不到了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询问一下超市的工作人员 这个短语就可以用到咯 Excuse me I'd like to buy some beer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find it? 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不好意思 我想买一些啤酒 请问在哪里我可以找到它呢 像在这里 Excuse me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通常问问题之前都会要加一句 这样子就是比较礼貌 比如在中文中的意思可能就不好意思啊 然后I'd like to I'd like to 就是我想要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礼貌的问法 就是请问我想要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这两个就一般都是搭配使用 就是让你觉得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 就这种的表达就是很自然 就是不好意思请问什么什么什么 比如说你说I'd like to buy some beer 我想要买一些啤酒 就是先说明一下哪来意 像some beer 就是这个是都可以替换的 比如说你不想买啤酒 你想买一些比如说薯片 你可以把beer换成chips excuse me I'd like to buy some chips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beer这个词是可以替换的 看你之后想要问什么问题 根据你问的问题去替换 之后你会问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find it?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find it? 你知道哪里我可以找到它吗? Find就是找到的意思 就是说在哪里可以找到 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直接问 那我在哪一个走道可以找到 其实在就是有一些超市中 它是一道一道一道 就是每一道它都有一个标牌 一二三四五六七 然后你也可以问说 Which isle is the beer in? Which isle is the beer in? 就是在哪一个走道可以找到 这个时候呢 超市人员可能就会跟你说 Yes, that would be in Nile seven 是在那走道的第七栏 你就可以找到了 它有时候可能还会跟你具体说 走道第七栏 你要在哪里可以看到它吗? It is right next to the champagne It is right next to the champagne 就是说它就是在香槟的旁边了 那你就会更方便 快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咯 好,那我们来再回顾一下 比如说你要去询问 东西在哪里 你可以说 Excuse me, I would like to buy some beer Do you know where I can find it? 或者是 Excuse me, I'd like to buy some beer Do you know which isle is a beer in? 然后这个时候服务员就会跟你说 Yes, that would be in Nile seven It is right next to the champagne 就是它就在香槟的旁边 香槟的旁边 就是像那个 Ile seven, champagne, beer 这些词都是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替换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section one 第一部分 询问东西在哪里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或者觉得我今天的视频 对大家的英文学习有一点点帮助 或者让大家对英文的学习 又重拾信心的话 请记得给我点赞 评论 分享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